快了很快了 那這當中我也看到有幾位開始在幫忙養孫子 這個是這種事實在是令人很佩服 但是隨著年齡來講你養一個兩個可以了 你後面再多幾個的話大概已經沒有那個體力 那我們今天辦這樣一個活動是延續著 在兩個月前來講我們在台大陸民宴有辦了四場的這個餐會 那這裡面有好幾位有參加 每一場大概是十個到十三個左右 那這些都是一來的時候就開始提供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這個跟我們以前在做事業我的心態是不一樣 以前做事業的講就是定一個目標 然後使命必達 用盡這個辦法 然後是當然是新從很正派很光明的這麼用 到最後是有一點點開始這個反正不擇手段 無論如何就是要去大黨 但是呢現在我們要做的這些事情來講 我把它當做是一個要根據大家的需要 那大家有這個想法有這個冤枉有這個 這個共識的以後來講的話是再加上一個 因為模式在人城市在天 我是有這樣一個信念在我們之上應該是有一個很萬能的 不管你是稱呼他是什麼的 每一次我們遇到的困難其實都是他給我們的考題 那我們都盡心盡力來做 我常常跟大家講 我不曉得下一次上天或上帝會給我出什麼考例 但是呢我絕對絕對很努力的會比上一次更精心精力的考得更好 那考過以後就心甘情願的來接受 如果上天認為我們是能夠為人間來照顧的話 相信我們的願望會實現 那我一直期待著 期待說我們無名次的志工 因為會越來越多啊 就是像我就知道了 這是余史生的這個我們余史生余學長的這個孤人 黃雪斌 他自己的這個人脈就好多啊 那一天我看到了 所以說你也有將近五百位 但是我沒辦法容納 因為我們的志工信箱 已經八百個我開了兩個信箱 這是 所以呢 就是有什麼分享性到這邊來講 給各位 各位都變成一個聯絡中心 像我們 張軍英 張學長張博士的夫人 就是江一平 江小姐這邊在這樣幫忙 他也是 他有很多的這個 他的這個 基本的這個 我看有上萬人了齁 沒有啦 哈哈哈哈 OK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力量的一個 傳遞 那 國民事分解元機來講 他這邊來講 有寫 這是十的十次方 我的理念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必要當超人 你就要做你的本分的工作 而且很真誠的下去做 做了以後來講是讓你身邊的人 不管認識或不認識的人 他看到以後 他受到感動 然後呢 他又按照你的模式呢 他去那樣做的時候 他能夠去感動另外一個十個人 那 十的十次方 總共是多少 是一百億 全世界的人 還不過是七十來億 因此呢 我們只要把自己的本分工作 做好 做對 那 隨著時間 這樣的一個擴散 我們一些好的理念 好的想法呢 一定會得到很多人的這樣的一個共鳴 那 過去 是 這個是 帶著鋼盔 就什麼衝動建設 現在來講的話 是 是用這種方式 分享的方式 來 來進行 那 我不敢保證 我一定能夠把這個事情去做成功 但是我可以確定呢 我們台灣一定有人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啊 這是成功不必在我 嗯 嗯 今天我們 這個是 主動性的這樣子 的 報告呢 是到這裡 後面來講的話是 呃 開放 各位有什麼樣的這種問題 要 這個 請教我們 如學長的呢 或者是我們彼此之間來講的話 有些什麼樣的這種意見交流 歡迎來提出你們的構想 好不好 我很謝謝大家 但是不是看位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